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祝沙医生来 因为我有个问题 我要请教你我才敢做 好 最近常常常都 达鸣叫我 他说我们常常跟法哥行山 你都来啦 我有时真的不忙 要拍健康弹 有时我想去 但是他不听话 他真的不听话 因为我想问 我在未踢球之前 大概未踢五多球之前 十年前我跑步 我跑到南塘道很斜地跑上去 很斜地走回来 之后就出事了 我膝头真的痛得不得了 结果真是要去 原来背鱼板有事 好了我想问 行山理论上都是很健康的 首先我怎样可以行山 其实行山是否真的会行商人 还是我自己行错步伐做错了呢 就是行山这件事最常见的 是否就是我真的在膝头第一时间 出事了 其实行山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有研究所得 其实行山无论对身心 都是非常好的影响 我自己本人就是 我由1999年开始 就已经行魏行者了 所以我对这个行山 真是有爱又恨的 的确是你所说是 尤其是我们 如果是一个长途距离的行山 很多时候 都会有 迫迫迫迫很多的 勞损痛 有时回到家 真的痛一两个星期都不顶 以你的情况 其实膝头哥 是我们行山里面 最大的一个致命点 因为我们膝头哥 绝大部份的压力 都是来自屈曲的时候 例如我们行山里面 我们波罗盖所承受的压力 其实是我们体重一半 如果是行楼梯的时候 给一些矮一点的楼梯的话 可能是去到三次五倍 如果是蹲或是纳膏的话 可以去到七倍我们的体重压力 所以这个指数可以告诉你 其实我们如果是行很多的斜路 或者是楼梯的话 对于我们的膝头哥 甚至乎是波罗盖 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怎样可以降低这个压力 当然了 你说不走就行了 但是我们又想健康 所以其实来说 如果我们希望 那个压力在我们运作的时候 是小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第一 楼梯我们尽量不要摇大步 尽量是追贴一点 我们的身形 不要跟我们的脚步 离得太远 这样的压力会少一点 什么意思是追贴身形 跟脚步 就是我们小步一点 碎步一点 就是我们直一点脚 不要说贪快 摇两三步 有些年轻人很喜欢两三步跳 第二就是冲下山的时候 千万不要快 因为其实我们的膝头哥 很大的压力 我们冲下斜的时候 每一下 其实我们的膝头哥 就是帮我们停止我们的身体 下冲的压力 所以如果你再加上你的速度的话 其实它的压力就更加大了 第三就是自己本身的组件 我们的膝头哥 其实如果压力 是可以射到我们其他的组织里面 譬如说我们的大腿肌肉好力一点 譬如说我们的筋肩比较软熟一点 这些都可以相对地减少了我们的菠萝盖 压落我们的大腿压力 最后就是要量力而为 我们经常都要做回适量的训练 知道自己的底子去到哪里 不要人家说我快要比赛了 练20k 其实你整年都没试过行 加上都没够20k 你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各样东西都应该要留意 嗯 明白了 其实在膝头哥这件事上 都有很多些学问或者学名 大家可能要听 因为很多时候 一个不个人去看医生的时候 告诉你你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譬如说黑径触摩擦症候群 那是一件什么 其实这个是在行山界里面 一个很大的敌人 差不多可以说每一个有操山的人 如果做不足准备功夫或训练 都会出现 过往来说每次大型比赛之后 都会有很多病人来找我 因为这个问题 甚至乎在训练期间都会有 那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黑径触摩擦症候群 它是反指我们 膝头哥外侧这个位置痛的 我们这个 英文名叫做 IT-Band syndrome 其实IT-Band是什么来的呢 是我们很容易没得到的 因为我们的大腿的外侧 有一条很韧的 很阔的一条 肌肉 是由我们的大转子 在骨头的 屁股的外侧 这一条 到我们的膝头哥 有一个骨突的位置 那这一条根件呢 其实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 刺级的肌肉来的 通常来说呢 都我们很少可以完全运用到它 为什么会行山的时候 会出现呢 就是因为 当你走得久了之后呢 我们最主要的前锋 我们的四头肌 开始努力了 然后呢 你的身体继续要走 所以你就会 开始去找其他那些帮手 其中一个最常会 开始用到的 就是这个IT-Band 由于平时已经很少训练 再加上这个IT-Band 是在我们的膝头哥的外侧 它在伸直和屈埋的时候 它那个位置 是有前后的分别 当我们不断的重复 屈动我们的膝头哥的时候 就会在我们的膝头 外侧的一个骨突的位置 就会有经常有磨擦的现象 嗯 在前后前后 所以你可能在行山 那次行山的期间 你未必感觉到这个问题 因为通常呢 这些是当它肿胀 发炎之后呢 才会令到你觉得有问题 通常行山之后 第二天啊 或者是第三天啊 开始个人呢 静下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 哎呀死了 走到楼梯都走不到 又或者呢 坐得久起床呢 都会觉得发滚痛 这个就是我们的IT fan syndrome 好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四头肌 是的 我们经常知道四头肌 于是我们就练 有时就练到 我们看到斯朗那些四头肌 哇 人头那么厉害 这个有没有得练的 你现在说的这个肌肉的客径 即是速 它有没有得练 好像练到四头肌 那样就没事了 如果练到的 就可以顶住了 这个肌肉呢 本身不是一个很强化的肌肉 所以其实在练去来说 就没有一个实际的 它的力度来说 没有一个实际的需要 反而我们集中 应该是前锋 四头肌就是要 但是呢 我们如果是IT band来说 反而是要留意它的弹性 因为其实整件事 就是因为它拉紧了摩擦而引起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注意 有拉根 我们的膝头外側的根件 大腿外側的地方 拉松它的话 出现问题的机会就会少些 其实这个正性就是 当你发生了这个病症之后 我们医治的其中一个方法 包括了消炎 和拉松这个根件 早知之前拉多些根 拉回这个就不用找你了 就是和人一起行山 但是我想问 你刚才说 就是行 行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 连四头肌都顶不住了 那就要出道它了 其实这个过程 usually 是一个 比如说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还是有没有一个 时限 或者可能我知道 一个半钟头 我就不要肯来了 没有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找个不同的朋友去行山 有些可以跟我十个钟头 有些可能跟我十分钟都已经要走 所以 每个人的体拍都有少少不同 但是 通常来说 以个人做单位 是 当你发觉 你自己看着楼梯 不想上的时候 你应该是累的了 本来 关于行山 就想着 行山 怎样 原来一问下来 有很多事情要问 一条片 都不问 一条片都不问 一条片都不问 你有什么问题 关于你行山的时候 遇到的 痛 骨头 都可以留言 但是我未问完 下条片我会继续抓沙医生来 因为我想问 如果是膝头 现在你说这边 外边 外側 如果膝头正前方 这些位置 弄选 那是有个Term 那是什么呢 因为膝头哥 真的由左到右 由前到后 由上到下都痛 所以这个值得问清楚 因为大家 大家喜欢运动 行山跑步 这个膝头哥的保护 和知多些 关于他怎样相当很重要 你想问西医生 关于膝头的问题的留言 你想继续听多些 关于膝头哥 西医生的看法的 你就要记住看健康蛋 订阅健康蛋 我下一集 关于膝头哥